噢 许多知道自己得到晚期癌症的老人家 为了不要病痛折磨 选择不积极治疗 想要尊严的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 妈 还好吗 我要治疗 医师说 印象最深的是一位77岁的老奶奶 因复发恶性度高的转移性乳癌 不想面对患疗掉头发 决定放弃治疗 希望即使将离开人世 外表也可以漂漂亮亮 没想到肿瘤在胸口化浓腐烂 发出恶臭持续的折磨着他 月一年多的时间还是不能如他所愿 好痛苦 原来相较于肺癌肝癌等晚期致命性高的癌症 乳癌因为病灶未知的致命性较低 即使癌细胞转移后 5年存活率仍然将近5成 看起来极高的存活率 却不等于良好的生活品质 让乳癌个案和家属都活在巨大的苦痛当中 而对喝吐阳性的乳癌患者 可采新式的标靶结合患疗药物 可直接控制肿瘤 但却没有副作用 生活品质大幅改善 正是晚期癌症患者的目标 现在老奶奶还可以与家人正常的互动 终于不怕病痛折磨了